4月13日下午,都家牧区弟兄姐妹来到龙旗区虎行山公园半日游 大家不但享受了一个风和日益的美好下午 也拜访了关怀当地唯一的一间教会,龙旗教会 透过龙旗教会传道的介绍,也看到了当地福音合场的需要 不管他,你所所造,你却信了大乎 高兴今天能够看到财难圣教会来到虎行山公园 然后顺便来探望我们龙旗教会 因为我们知道,圣教会年轻活泼有活力 那希望上帝大大使用你们的才能,你们的恩赐 也能够来帮助我们,让这个地方被兴旺起来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二十几年没有教会了 美丽的虎行山公园风景优美 而竹炭故事馆内部也展览了当地所开发的竹炭相关产品 带动了假日观光与商机的人潮 虎行山这边的公园其实它规划的很好 空气也很不错 那如果大家想要做一个半天的那种休闲活动 这边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走在农艺弊天的环山步道上 轻松又愉快 清脆山谷,小桥流水 考路区,生态池 儿童游戏区 偶尔春帆拥抱森林 晃空一下,是假日休闲 亲子同友的好所在 加油!加油!加油! 看!你叫叫我里面 你叫他 哦!叫我胜了 哎呦,背了背了 这么大人一窝 一窝 一窝 很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这个地方玩 觉得这个地方很棒 不管是树荫啊,或者是整个景观 或者是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感觉 觉得是很棒的半天 那特别感谢神的地方是 又可以接触到这里的一个教会 那看到这个教会 有神的手在那边推展 就会觉得是更加受到鼓舞跟激励 那也盼望我们教会 我们牧区 或许有机会 以后有这样一个需要 可以一起在这边搭配 让这个地方的福音事工 可以更加得到上帝的祝福 以上是陆家牧区记者的报道 好